颜值最高的是对古装CP 肖战李沁上榜 赵露斯无类CP赶炸裂 杨子诚意全程互念 最不看好的就是赵丽颖 大家都知道 古装CP是大家都津津乐道的一件事 很多CP看着非常扬眼 让人有继续追下去的欲望 但也有一些被网友吐槽女主或者男主不搭的 因此气聚了 相遇古瑶中的人民就被不少网友吐槽 哪怕男主是肖战选择了气聚 但也有不少假戏真做的 剧里是一对 剧外还真的成了 像刘诗诗和吴奇隆 赵丽颖和冯绍峰 现已分开 等人 下面让我们来盘点一下颜值最高的十对古装CP 看看谁才是你心目中的天花板 第一对 肖战和李沁 说到近几年娱乐圈炙手可热的荧幕情侣 春小夫妇肯定能占有一席之地 在梦中的那片海中 肖战和李沁所组成的春小夫妇 无论是角色气场还是演技表现 都给观众呈现出了一场愉悦的视觉享受 对于观众而言 春小夫妇是双向奔赴的灵魂伴侣 也是颜值爆表的神仙CP 因此 肖战和李沁一同框就给人一种岁月不染尘埃的美感 虽然肖战和李沁凭借着梦中的那片海 让观众感到了他们之间强大的磁场 但是 两人此前在庆余年 狼殿下 就有过默契合作 很多网友说看着非常有夫妻相 第二对 胡歌和刘亦菲 胡歌刘亦菲是国内第一部电玩改变电视剧 《仙剑奇侠传》的男女主角 经典的剧情 剧男美女的组合 都令这部剧风靡一时 至今 还令人津津乐道 剧里李逍遥和赵灵儿的角色CP 姚玲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如初恋般留存在记忆里 但电视剧只有一部 并无续集 于是 人们便把这种美好的记忆和情感 寄托在胡歌刘亦菲真人CP歌飞上 并留下了深深的执念 那年胡歌22岁 刘亦菲17岁 都是各自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这种年龄对照剧里角色的年龄很是符合 再加上其他主演的年纪 如彭宇燕等 也都和胡歌刘亦菲相仿 所以整部剧都充满强烈的青春气息 和美好的青春纪念 这些年 胡歌刘亦菲每一次有点风吹草动 哪怕只是共同出席一次活动 对于歌飞迷们来说都像是一次节日 而他们的逍遥和灵儿 想必是古装剧的天花板 至今都没法超越的存在 第三对 赵露丝和吴磊 赵露丝与吴磊在心汉灿烂中的化学反应 简直让人惊叹 他们之间的互动 就如同甜美萨爽的腹黑女公子 与狂放不羁的复仇少将军的交织 火花似箭 在剧中 一段疗伤情节更是将话题推向高潮 两人之间的暧昧张力仿佛要炸裂屏幕 吴磊所饰演的角色 虽然体型魁梧却气息温柔 眼中充满了对赵露丝所饰演角色的战友欲 而赵露丝则如一只懵懂无知 全神贯注于疗伤的纯真小白兔 眼中只有对方的尖伤和安危 这组CP的魅力简直浑然天成 让观众客到疯狂 赵露丝与吴磊的组合出人意料的火花四剑 令人惊喜 在心汉灿烂中 二人的合作无疑达到了新的高度 吴磊展现出了更成熟 更有男人味的一面 女赵露丝对手戏中的拉丝眼神情感浓烈 让人心动不已 两人的契合度实在是太高了 让人不禁感叹 太配了 第四对 诚意和杨子 一部沉香如蟹 想必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心 这部剧中 杨子饰演的颜旦遇到了诚意饰演的神君 灵动女主搭配高冷男主 开启了生生世世的虐恋情深 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李莲花不顾危险救出乔婉勉 两人不仅见面不相识 乔婉勉对玉卓的在意 也让李莲花意识到 昔日恋人心中早已住进了他人 他的眼神中不是责怪而是释然 没有生生世世的虐恋 这样勿视人非无可奈何的比一感 同样戳中观众 天佑有情人 后来延淡到人间历练 与姻缘转世的唐舟再次相遇 相爱的人有缘的 终会兜兜转转转在相遇 两人经历很多磨难 最终认清彼此的心 走到了一起 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很美好的结局 杨子和诚意的CP感真的超强 第五对 杨幂和陈伟婷 胡珠夫人改编字 香如色人气IP 无论是制作团队还是演员阵容 都备受网友关注 随着定档到如期播出 都让观众看到了剧组的诚意 剧中的三对CP各有看点 试图恋的方珠和海事 甜蜜恋的卓英和浙流 虐恋的迪婿和提兰 每一对CP都很好磕 尤其是迪婿和提兰 两个人的虐恋 赚足了观众眼泪 他们在胡珠夫人里的CP看着很搭 虽说还是试图恋的题材 但是剧情很丰富 也是吸引了无数网友的眼光 第六对 赵丽颖和霍建华 2015年的爆款仙侠剧花千古 将试图恋推上了巅峰 剧中 霍建华饰演的白子化 与赵丽颖饰演的花千古 上演了一段缠绵翡测的经纪恋 这部剧里 霍建华展现了自己绝佳的古装美男形象 而那种仙气飘飘 清秀俊逸的气质 也堪称古装剧里的标杆 赵丽颖则在自己最青春靓丽的时期 塑造了一个纯真懵懂 却又坚韧勇敢的傻白甜角色 在那个盛行小白花的时代 他所饰演的花千古 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 他们在花千古里面的表现 可谓是开辟了师徒恋的先河 从此以后只有模仿 从未被超越 只是两个人的CP感不是很强 第七对 唐烟和胡歌 他们两个人已经是多次搭戏了 但是在轩辕剑之天之河里的表现 真的很nice 尤其是唐烟的演技 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这么霸气的魔女宁科 谁能不爱呢 如今时隔八年 轩辕剑 CP胡歌唐烟再度合作 网友更是大科汪小姐和宝总这对CP 剧中两人的甜蜜互动 更让人直呼 配一脸 甚至好多网友跑到罗进的评论区里 各种留言 让他长点心吧 第八对 刘诗诗和吴奇龙 他们两个在步步惊心里的表现 真的太完美了 当然这也是两个人的定情之作 CP从剧里成功走到了剧外 而且还开花结果了 真的很甜蜜 第九对 迪丽热巴和吴蕾 说实话 在得知长歌行的男主是吴蕾 女主是迪丽热巴后 很多人都觉得这部戏可能要糊 因为这种古偶剧 最重要的就是男女主角的CP感 如果年纪差距大 很难有情侣的感觉 结果呢 一部长歌行 让多少人迷上了两个人的CP组合 无论是男装还是女装的李长歌 和孙看着都没有年龄差 李长歌的魅力不在于娇滴滴的女装 有胆识 有谋略 霸气 才是她吸引人的根源 女装的李长歌 还是有点娇媚小模样 在刺杀李世民时 气质陡然一变 真的不要太搭了 第十对 赵丽颖和林更新 赵丽颖和林更新第一次合作是楚桥传 虽然这部剧结尾有点烂尾 但收拾率可是杠杠的 林更新也因为这部剧大火了一把 可惜后来她接的戏都不咋地 直到这次与凤行才又火了起来 倾情演绎的灵界闭仓王沈黎 因抗拒包办婚姻的束缚 而踏上逃婚之路 却不慎身负重伤 穿越至人间 在这命运交织的转裂点 她邂逅了由林更新饰演的男主角 两人由此共力风雨 相知相爱 共同肩负起承恶扬善 忽悠众生的重任 两人在戏里撕屁感超强 戏外互动也超有爱 杀青石 林更新都哭了 赵丽颖还摸她的头安慰她呢 在楚桥传中 变为相爱相杀的君主与女将 谈及这种变化 林更新表示 每一部作品的情感走向都是不同的 我们需要根据角色的变化 来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 这次的默契度更高 我们在表演上更加游刃有余 在拍摄过程中 林更新与赵丽颖的默契度不断提升 这不仅体现在表演上 更体现在生活中的相互关心 林更新透露 我们在片场会互相照顾 互相鼓励 遇到困难时 我们会一起想办法解决 这种默契度 让我们的表演更加自然 也更加贴近角色 这两个人真的是多次合作了 而且还是多次合作演CP 不管是楚桥传还是羽凤行 他们满满的CP感都太强了 难怪网友说看着像真的 一点表演痕迹都没有 以上十对古装剧CP 你们觉得哪队最搭呢 哪队的颜值最高呢